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亚洲经济体相比成熟市场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 加上通胀相对稳定 因此亚洲信贷将保持相对的运性 亚洲信贷领域的价格表现 表明投资者对于亚洲信贷市场普遍谨慎 维持了较低的仓位 投资者持谨慎态度的原因 与亚洲宏观环境或信贷基本面无关 而更多受到全球宏观前景持续的不确定性影响 因此宏观前景明朗化将有在于提升亚洲信贷投资者增加风险的信心 考虑市场短期内可能出现类似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 我们对亚洲信贷偏向于保持防守的立场 由于亚洲市场的收益率上升 投资者无需借助高收益债券去获取可观的收益 而且我们继续在投资级别领域看到一些投资机会 而亚洲信贷估值 相对于美国和新兴市场的投资级别债券也比较合理 同时提高了具吸引力的利差 不过由于几家实力较弱的地产发展商存在不确定性 再加上经济复苏步伐缓慢 近期中国房地产行业可能将持续波动 因此主动管理仍然是关键所在 中文字幕提高iti网站 由于亚洲信贸单 主动管理仍然是关键有用的 对于亚洲信贸单 封密贷